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家是住在这里吗 我住在肚子里那边 那边 肚子里那边 肚子很大吗 肚子 说大也不太大 肚子很大 肚子很大 真的肚子很大 肚子很大 对 今天露燕的地方 是有感恩一个杨师兄 他提供他的铁工厂 我们第一次到铁工厂来录影 但是铁工厂之外的 全部都是甜 真的还蛮好玩的 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 跟一般风景不一样的地方 来看你做的料理 那你今天做的料理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它很香土味 尤其是住在国外的人 你要是想要吃的话 你一定要仔细地看 你就可以自己煮了 对 好 你今天做的这个是叫做 我今天要做鱼粿 好 让大家先来看看 好 鱼粿要准备什么 材料跟调味料 调味料有砂糖三匙 酱油适量 五香粉两匙 好 我们先来处理什么 先来切鱼 鱼啊 对 以前的鱼都 好像没有用绿竹笋 绿竹笋比较贵 对 凉拌的垂直的鱼 比较油 凉拌还是炸 要炸的 好 真的 我们 其实我们的节目都是 因为看笋子的季节 来让大家认识 真的应该有 要找一些 给大家认识各种笋 笋 笋很多种 对 绿竹笋是夏天 这是 这是 到现在冬天才有多 所以说 所以说 这边就会吃冬孙 哦 这样就贵了 比绿竹笋还要贵了 对 这比较贵就会出冬孙 如果买没有孙 如果住在外国 可以买那种 腌好的一包一包的那种 有那种 汤笋 汤笋那种 那个外 有的在国外的那个 超级市场或华人街那边 就会有卖 有有 那种也可以 对吗 我也可以 好 我不记得 烏龜粥 别想是 人家在做烏龜粥 是做粗的 还是做粗食 通常有 水材人做的 粗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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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们这些 这个烏龜粥 只要我们这些 做有包子 每个人都没有包子 这么单一掉 只要我们这方面 会有在做 才爱包子 来 我要给你一个盘子来 好 来 没有包子 是要怎么吃的 因为一般的 买都没有 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中间的味道也没有 你吃我们家的吃 你要吃看看 待会儿你要吃看看 好 不一样 不一样 是你 是你这样 这样用 还是你 以前我们妈妈的 做完夹子 用都用这样 妈妈做的 这又是古典米 这古典米 妈妈的 妈妈的滋味 对不对 好 因为 有的做 做孩子 去台北 我没有比较 就去白白 探钱 你有 你有 家庭就外面 都要出去探钱 去台北做什么 台生车工 然后 然后 去做小工 去厨房 做小工 台北市吗 台北新庄 那些都有 这不是很小 那不是很小 就去台北 就 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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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年也不要 conceptual 有些不用做 没有 不是十一二岁 对 十一二岁 自从早上就要出去 一足 小时候 在这里 对 三足 一足 一足 不忽然 才可以去學校 這樣就是 初初就是初三天 初幾天這樣 差不多兩天 五、三天 說實在是 現在孩子很幸福 很幸福 以前想要讀一個書好困難 好 現在就讓你看 吃工的古早味 這個 已經可以變古董了 這幾三十多年 這很好用 還要你怎麼會用 等著沒菜 哎唷 你就怕它 再拉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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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用 是你自己弄 我自己弄 弄一拉 要用就有時候用 你們大家看 真的好幸福 這樣怎麼會用 沒關係 這樣會用 來 看來 看來這裡才好用 來 這樣 這是好用 好用 好用 吃好用 聽來 耐用 耐用 而且很利 對嗎 這個我們在這邊 正常是學到媽媽的 這種習符 好 現在是要擦什麼 現在先來放這個 放這個 好 放一放 再來擦 好 這個一定要先把它炒起來 要先擦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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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那個 香菇先把它炒起來 好 香菇先把它炒起來 香菇先給它爆香 爆香 好 你去台北做生 還是在台北結婚嗎 沒有啦 在台北做生 如果八月半要炒 然後香菇就叫我們媽媽 想要吃黑貝 就為一個月亮這樣 你是說你香菇給媽媽 對 她說八月半要炒起來 要吃黑貝 當時不要炒 就為一個月亮 為一個月亮這樣 當媽媽就知道了 媽媽看就知道了 媽媽叫人看 對 叫人看 香菇也不會看 叫別人請人看 你沒有炒日嗎 就黑貝 香菇就不會炒 但是我最初媽媽看到 那個月亮她就知道了 對 她就知道了 哦 就說 就知道我們這個家 常常要吃黑貝 好可愛 好有人情味 那個感覺好溫馨 這真的是 母女的那一份思念的情 就不會炒就這樣 那時候妳在台北沒看過 有人在賣黑貝翹嗎 台北有都沒爆了 那個根本比不上媽媽的味道 對嗎 好 這個就是你看 懷念的滋味 好 那個炒香 還要放什麼 這個就放這個 後來妳就是結婚後回來嗎 然後就回到這裡 回到南部 回到這裡結婚 也是結婚雲齡嗎 對 同一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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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婚就這樣 結婚後就都在做事 跟公公婆婆要做事 也是啦 也是很不容易做事 但是 我們婆婆要做好的工作 妳就跟婆婆做什麼 對啊 做事做啊 這就是 這5、6歲了 我們公公婆婆說要搬給我 我都自己吃 愛讓你們自己 現在大家全都… 她的都完成了 你們自己去煮 自己煮一個 算說自己煮 一個人家裡煮 去煮 妳公公婆婆 其實他們思想也很先進 以前的爸爸媽媽都去忙 所有的孩子都住在哪裡 因為他們大家都大閒 各自成家就對了 我們大閒他們也都大閒 都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我們鄉下人就是 我們就要各自去組織小家庭 但是...但是也沒有離開這裡 也是關於我們土庫店 都在土庫鎮上面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常常去 對嗎 人也可以常常去 所以說你這個媽媽的黑鬼蟹 那時候你就會去煮 結婚之後你就會去煮 結婚之後他不結婚的時候 他在煮我們都會去六合 對 對... 我如果像... 在煮到鵝就... 就知道說... 怎麼比下去... 這麼大小才不用大小這樣 啊... 後來你有煮... 做給你媽媽吃嗎 有喔 你媽媽有... 有煩惱嗎 他感覺你煮的有好吃嗎 你煮的有好吃嗎 你煮的有好吃嗎 有喔 有喔 媽媽有說讚嗎 傳給我的也讚 媽媽傳的啊 媽媽傳的 但是你做出來媽媽的煮味嗎 有喔 有喔 來... 你媽媽有幫你按一個讚嗎 好 來... 這個要來炒什麼 這個不是炒 好 讓大家看 這個要炒醋醋 對 要炒一切一切 一切一切 要炒的喔 好 原來這個芋頭也要炒 我以為... 要炒 可以吃一口這個 喔 這個應該是很好吃耶 因為喔 炒的是這樣 乾乾的 香香的 等一下炒起來 比較沒有滷味 你如果有蒸過 更好吃 更滷味 真的喔 已經很好吃了耶 那再蒸過 還有蒸過 有那個... 這些東西都... 鹹茶都是平坑的 就很好吃了 蒸過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這個芋頭啊 這樣子炒 炒一炒 然後再放水 這個水喔 要這樣用看的是不是 用鹹鹹 炒蝦子就這樣 從這裡來... 來... 來... 好... 好... 這要來用... 用柔柔 好 這個糯米喔 嗯 你請人這樣擲的是不是 沾沾耶 真的嗎 如果叫人灑 可以用調理器來處理 也可以用調理器 包在紗布袋裡面 然後放種的東西壓在上面 底下要有一個漏網隔著 讓裡面的水全部這樣壓乾 最後就變成這樣 很乾 要把它壓到 要放一支就在來米粉 這個都把它捏 因為這個用起來太軟 太軟 太軟了 沾一點再來米 沾一點在來米會比較 蓋起來比較硬 不用沾太多 不用沾... 如果四斤米就要一斤在來米 都會放進去 四斤一米 因為師姐 一分師姐做的都很大量 直接放喔 這個芋頭熟了 芋頭... 熟了耶 熟了耶 熟了但是一點點脆而已 熟了耶 就直接拌喔 這樣... 不夠大 不夠大 沒關係我來找一個比較大的給你 用這個啦 在這裡... 在這裡嗎 對... 對... 這樣就夠大了 對... 還是你們的頭腦比較好 這個喔... 來... 是不是要炭燙 炭燙... 一定要炭燙來用 對...要炭燙 唉唷... 這樣... 不可以 就放糖 放一瓶就放下去 這皮才會硬硬 沒有這皮也不鹹...不鹹 嗯... 但是這個熱耶 這很快樂耶 但是一定要趁熱喔 對...趁熱耶 我了解 你如果沒有趁熱喔 它... 它不會黏在一起 對... 對... 哇... 這樣想起來真的... 你媽媽... 你如果是不自己做 你不可以拿回媽媽... 媽媽做這個... 不可以拿回媽媽的辛苦 對啦... 也不可以說... 這是什麼東西要吃的時候怎麼來的 對啊... 這樣子我們看你做... 我們才知道 好...冷... 現在要等它更冷... 才可以包是不是 我倒一瓶的油 好...來... 這個油... 還要油... 油... 這樣子喔... 沒有手會黏的 好... 好... 現在呢... 就是要揉到像這樣 不會太黏喔 然後呢... 就把它包起來 喔... 好像薄薄的一樣 對...像薄薄的這樣 但是是包長的 包長的 對... 要用那個... 那個香蕉... 好...來... 香蕉葉... 才有古早味 好... 那是蒸過香蕉葉... 什麼... 葉桃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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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葉... 竹葉... 竹葉... 那都不可以... 對... 還有那個... 荷葉也可以 荷葉... 這樣才... 比較有味道喔 對啊... 喔... 就是... 這樣包完以後 再把它捏捏捏捏 捏一個這樣... 像月亮... 但是... 這個看起來好像... 半杯... 那個... 半杯... 像半杯... 對... 我們這裡的... 八月半都要做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八月半... 你們這裡是... 要吃這個喔... 對... 我們這裡都吃這個... 喔... 不是吃月餅耶... 是吃這個耶... 月餅也有... 這些比較多啦... 以前... 如果要吃... 就... 就... 飯粒飯粒... 就要... 你們這裡比較有... 喔... 現在... 你們這裡比較有... 做粿粿粿... 就... 就... 你來吃看看... 欸... 外面賣的沒有這樣啦... 沒有啦... 裡面還包那麼多... 你來... 你來吃看... 這裡的米蘭... 這個不一樣了... 你以前買這個... 這... 這... 多少錢... 我以前... 15塊... 買到20塊... 那... 沒有包餅的那種... 不知道... 人家在買... 沒有包餅的... 那種... 沒有包餅的那種... 不知道... 欸... 這個也... 也太好了吧... 蛤... 裡面... 你吃起來... 跟這個餅就不夠了... 嗯... 對... 對... 這個烤肉我也烤了... 對... 請問喔... 這樣去... 要蒸... 要蒸多久時間... 蒸20分... 20分就夠了... 對... 20分就好... 好香喔... 天啊... 不香喔... 不香喔... 真的不香... 嗯... 我以前... 很不喜歡吃烏龜條... 因為這個... 就是這樣... 吃起來... 涼涼... 裡面什麼都好... 蚵仔... 跟米這樣而已... 對... 如果是做成這樣... 那也真的太厲害了... 好... 自己呢... 就按照這個比例... 我們就學... 我們這個... 一門師姐教我們的... 我們自己做... 烏龜條... 感恩你耶... 烏龜條媽媽... 謝謝... 烏龜條... 做法是... 煮筍... 素火腿... 素鴨... 香菇切丁... 芋頭刨絲備用... 起油鍋先放入香菇爆香... 再依序放入素火腿... 素鴨... 炒熟之後呢... 再加入適量的醬油... 兩匙的砂糖... 筍丁... 兩匙五蝦粉... 拌炒入味成為餡料... 將芋頭入鍋拌炒一下... 再加入少許的水... 煮至芋頭軟化... 將腸糯米磨好... 壓乾水分之後... 放入再來米粉... 芋頭... 一匙的砂糖... 攪拌均勻... 接著包入餡料... 並且用香蕉葉鋪底... 入鍋蒸約20分鐘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社區特派員關家瑜... 走在湖尾的街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 日據時代所留下來的特色建築啊... 雖然說有一些呢... 已經能夠變身為其他的功能... 但是啊... 有一些已經逐漸的斑駁凋零了... 不過... 我們從這樣的老建築呢... 還是可以依稀地感受到... 當年的風華喔... 那麼... 來到了湖尾... 到底需要吃什麼呢... 我有聽說... 在德心市場... 有一家美味的素食啊... 非常的好吃...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吃吃看... 這家餵在湖尾德心市場的素食麵攤... 已經開業一年多了... 因為老闆親切的待客之道... 以及美味的手藝... 久而久之啊... 受到了不少客人的肯定和支持... 很Q很好吃啊... 湯頭也是...很...很不錯啊... 15年前... 從安徽嫁過來台灣的阿力... 為了分擔佳績... 曾經到素食館工作... 在那段期間... 學習了許多的烹飪技巧... 不僅是這樣子喔... 他自己也努力地專研廚藥... 像是這一碗... 紅燒面疙瘩... 就是他的拿手絕活... 剛開始也是都不會煮... 就是慢慢摸索啊... 然後就看書啊... 然後朋友也有教啊... 煮了很久... 就是...才煮出現在這個味道... 要做這紅燒湯... 光是材料啊... 就需要好幾種呢... 我們的湯頭就是有... 白蘿蔔 紅蘿蔔... 還有杏鮑菇... 就是有一些這個醬料... 番茄醬啊... 還有薑啊... 八角啊... 因為紅燒湯... 就是我們素食的嘛... 他就想說... 煮一鍋比較... 偏重口味的... 然後不要覺得說... 吃素食好像都沒有味道這樣... 先把薑 八角爆香... 再放入切丁的新鮮番茄... 還有豆瓣醬... 番茄醬 辣椒醬... 炒至香味飄出之後... 倒入蘿蔔湯中蓄煮... 跟加入沙茶醬... 待熬煮一個多鐘頭之後... 再放入杏鮑菇... 皮絲煮熟... 才總算完成了這一鍋... 美味的紅燒湯... 還有喔... 不光是這樣子... 連這麵疙瘩... 也是老闆自己親手做的呢... 我們這個麵疙瘩... 都是我們自己手工製作的... 就是麵... 那個麵粉啊... 要揉久一點... 然後揉好以後啊... 看起來比較光滑... 比較就像這樣有彈性... 麵疙瘩燙出來... 就一定很好吃這樣... 除了揉麵有技巧之外... 這煮的過程也是相當重要... 而阿莉也很大方喔... 就是煮到它有點膨脹... 然後看起來... 就是光滑亮澤這樣... 不對... 就是將這個麵疙瘩煮透... 而且看起來飽滿的樣子... 就可以起鍋了... 滿柔軟的啊... 又Q啊... 那個味道很棒... 因為它的麵疙瘩... 它是每天... 就是手工自己... 這樣捏啦... 對... 吃起來就要... 軟軟QQ的... 對... 就... 滿合我的口味... 都很好喝... 然後又很Q... 麵疙瘩很Q... 對... 我們都是常常來買... 對... 我們都是常常來買... 今天又加夠兩份啊... 對... 我老公也喜歡吃啊... 孩子都喜歡吃啊... 我這個孫子也喜歡吃啊... 很Q... 嗯... 煮這入味的紅燒湯頭... 鄉村中還帶有... 一點兒的甘甜味... 搭配這Q軟勢裝的... 手工麵疙瘩... 還有... 真的是一道... 大人小孩都會喜愛的餐點... 難怪... 也緊緊抓住了這些客人們的事...